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有人涉及五万多人被引诱 三亿元涉案资金被收割 新的骗局又卷土重来 全面出击 境内涉案各环节被悉数斩断 根据我们前期的政策 咱们公司里面有部分人员 参与了一些无法犯罪的事情 今日说法即将播出 打水漂的理财 自从早年下岗后 湖北宜昌的郭先生 就一直找各种挣钱门路 2021年的年初 朋友推荐在一款理财软件上 购买基金 说是能稳赚不赔 郭先生就决定试试 前期投资不大 收益也陆续到账 郭先生觉得遇到了一个好的赚钱路子 为了不错失两机 他接着把20多万元的积蓄 全都投了进去 就在满心期待更大收益时 有一天郭先生发现 手机上的这款理财软件 突然打不开了 那去往打不开了 看见就跑了 别人找个报案了 要报案了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20多万元的积蓄都投了进去 可这款理财软件却打不开了 郭先生顿时傻眼 他立马意识到可能被骗了 赶紧去报案 郭先生使用的这款理财软件 叫博瑞 对外宣称是由一家境外投资集团 推出的金融理财平台 但警方认为 这类通过网络上推广的 所谓投资理财活动 很可能涉嫌违法犯罪 就说有很多有些投资人 他们认为网上投资 只要能赚钱就可以 实际上对我们来说的话 实际上这很多都是属于 那个非法经营类的 诈骗类的 这种犯罪行为 很快警方查明 所谓的境外投资集团 只是一个幌子 这款名为博瑞的理财软件 就是诈骗分子用于骗钱的工具 郭先生不过是众多被害人中的一个 上线运营仅仅两个月时间 这款名为博瑞的理财软件 就吸引了全国五万多人使用 咱们国家现在对电信网络诈骗的 这个防范这一块 也是非常重视的 也就是说 它能够骗成工的几率 也在逐渐下降 那么他们犯罪嫌人 犯罪分子 现在采取的是一个 广撒网的这么一种方式 那么这款博瑞理财软件 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在短时间内 赢得如此众多被害人信任 办案人员查时 除了四处打广告 诈骗分子会鼓励前期投资者 层层发展下线 导致被害人数量 形成了传销式增长 这上面有感情上的 也有投资经验上的 活动中 迎头小利类的 诱惑类的 所以让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内 总是有一种 没有人认为这是个骗局 认为这是一个 就是这个理财的 投资理财的一个新闻 最初被害人郭先生 就是经朋友杰里拉拢 说在这款名为 博瑞的理财软件上购买基金 投资周期短 收益率高 还不存在风险 为了彻底打消郭先生的疑虑 朋友当时还把他拉进了一个 理财微信群 群里的成员都在用这款 博瑞理财软件 不少人还在群里 晒每天的盈利截图 你觉得 一方面他们在做工作 另一方面你在群里看 他们的效益会是怎么样 然后自己才决定 即便这样 郭先生还是很谨慎 前期只投入了800元 警方注意到 其他被害人大都也是 同样的心理 随着前期投资收益 陆续到账 众多被害人逐渐信以为真 纷纷开始加大投资力度 有的人掏出了多年积蓄 有的人甚至不惜借款投资 当众多被害人越陷越深 投入的资金额度也越来越大 诈骗分子随即关闭了 所谓的博瑞理财软件 郭先生投入的20多万元 就这样打了水漂 妈肯定是伤心了 考虑一搞 怎么说本金都打进去了 人到中年的郭先生 上有老下有小 本想通过这次投资理财 能多挣些钱补贴家用 没想到遭遇了这么大一个骗局 严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 像小孩上学都成问题 就学会都交不起 我还搞得一样 初步查明 在关闭博瑞理财软件前 众多被害人总计 已投入资金打三亿元 第一次诈骗得手后 这伙诈骗分子没有善把甘休 立马就又推出了一款 新的名为德新的理财软件 试图骗取第二批被害人资金 这引起遗传警方高度重视 如果说你发现这种 已经就是把构架整个 构架搭建起来 然后他的整个体系链条 比较完善的这种犯罪团 你不及时打掉他的话 他可以说他不停地撒网 那么就肯定有 不断地有老百姓 防范意识比较差的老百姓 不断地会就是上钩 不断地会造成损失 在湖北省公安厅指挥下 宜昌市公安局抽调精干力量 组成专案组 对这起特大金融理财骗局 展开深入调查 调查显示 涉嫌操纵这场骗局的幕后主谋 是潜藏在境外某地的诈骗集团 受疫情影响和跨境执法的制约 办案人员暂时无法出境打击 境内犯罪链调查清 两个关键环节成为重点 提供给很多个炸电团伙 那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源头 为防打草惊蛇 抓捕人员周密不熟 兵分堕路 涉嫌犯罪团伙被全部捣毁 根据以往办案经验 类似的金融理财骗局 之所以能屡屡得逞 除了境外诈骗集团 主导操纵实施外 也离不开国内相关 黑灰产业的配合 宜昌警方决定立足国内 先全面铲除这个特大金融理财骗局 在境内的犯罪链条 宜昌警方争分夺秒 迅速查清了这场特大金融理财骗局 在境内的犯罪链条 共计有9个作案环节 涉及13个犯罪团伙 电信网络诈骗的发展来说 每一个环节对于电信诈骗都是非常 就是对闲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他要降低他的犯罪成本 也就是降低被公安机关发现 被公安机关打击的这种几率 在9个涉案环节中 为境外诈骗集团提供技术支持和财务 支持的是关键两环 而提供技术支持的涉案人员 又是警方此次打击的重中之重 我们为什么要以它为重点呢 因为它开发这个东西 它可能就不光是提供给某一个诈骗团伙 它有可能它随时可以开发出 像类似的提供给很多个诈骗团伙 那么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源头 顺限追查发现 为涉案理财软件提供技术支持的 主要嫌疑人叫袁某 袁某长期在重庆活动 我们这个案子里面 我们通过侦查 我们发现这个人 他跟很多的技术人员有联系 然后他的履历 之前也在技术公司当过员工 事不宜迟 宜昌警方立即派出一组警力 奔赴重庆实施抓捕 侦查发现 袁某已从原公司离职 和几个同事合伙创办了一家新公司 袁某创办的新公司 就租住在这栋商业大厦内 这是当时的现场抓捕画面 在当地警察配合下 宜昌警方冲进这间办公室 将屋内所有人员暂时控制 杨并将冲进这两个人员暂时控制 基本上是公安局的 然后因为根据我们前期的侦查 咱们公司里面有部分人员 参与的一些违法判罪的事情 然后我们就针对这个事情 对咱们公司进行调查 哪个方面呢 我现在不能跟你讲 待会我们咱们公司所有人员 到我们当地的公安机关 我们进行一个简单的询问 当地就是重庆的 对 重庆的 当时在你们本地的民警也都过来了 主要犯罪嫌疑人袁某 当天被抓获到岸 相关涉案人员全部被带回湖北宜昌 如果说没有了这个技术的支撑 那有可能这个诈骗窗户 它的这个诈骗行为 它根本就实施不了 对吧 这也是就是 这也可以说是 这个诈骗整个全天条 它里面的一个七寸之一 接下来 宜昌警方把侦察重点 转向为境外诈骗集团 提供财务支持的犯罪团伙 经查 这伙人员在福建省的龙岩市活动 一组侦察力量 先其赶赴龙岩展开调查 当我们确定了 就是说福建龙岩这一伙人 到底在干什么的时候呢 我们就继续展开了深挖 在当地警方配合下 办案人员很快查实 境内提供财务支持的 主要嫌疑人是陈某 他的妻子也参与作案 陈某夫妇与境外诈骗集团 保持直接联系 根据境外诈骗集团指令 陈某夫妇及团伙成员的主要任务 就是转账支出各种费用 后期每天支出的资金流水 都在60万元左右 一个人四个手机根本不停 插着电 基本上不停地操作 外围侦察发现 嫌疑人陈某平时就在龙岩本地活动 但他非常谨慎 不管白天外出多远 晚上都一定会回到所住的村子 他曾去也有房子 我也去了他 有可能他认为村子里是最安全的 你看他家的房子是比较有特点的 前面是水田 一条路进去 背后是山 如果抓他 他一旦发现 从后门 溜上山来我到哪儿找他去 由于陈某夫妇和团伙成员 大都沾清歹故 彼此住的地方也很近 抓捕前 宜昌警方进行了周密部署 主要嫌疑人陈某是重点抓捕对象 你可我跟把根吊打 不能暴露我们 确保一号人物到处 我们里面再来展开 2021年4月25日 龙岩的抓捕行动展开了 这是抓捕嫌疑人陈某时的警警 当身着便衣的警察 赶到陈家门口时 突然被陈某的母亲叫住 干嘛 干嘛 那个 站了 当时他的母亲在大门口站着 我们由于 你也看得到 我们这长得跟福建人也不一样 体方特质人 你又可以看出来你是外界吗 我们找了一个当地的警察 当地警察就帮我问你儿子 他在这儿啊 不在呀 陈某的母亲当时谎称儿子不在家 抓捕警察并没有理会 禁止冲进陈某房间 将其成功控制 陈某被控制后 他的妻子和另外同伙也接连被抓获 与此同时 宜昌警方也兵分多路 奔赴全国多省市 对其他作案环节涉及的犯罪嫌疑人 展开统一抓捕 这是在天津抓捕嫌疑人 龚某时的情形 龚某为境外诈骗团伙 使用的大量微信号 提供解封支持和贷支付 将龚某控制后 办案人员在其家中 查获大量现金 多部手机和多张银行卡 这是在深圳 抓捕引流推广团伙时的情形 将犯罪嫌疑人带进房间后 抓捕警察发现 屋里摆满了手机 全部处于开机运行状态 不停地在运行软件 整个房间都是亮晶晶的 一共有 我看了一下大概300多部 每一个手机架上面 都是100多部 但是我觉得还是挺震撼的 这个画面 嫌疑人交代 这些手机是用来做 引流推广的 他们掌握了大量微信群 会定时在这些群内 发布广告 还自称做的都是正规业务 没有 没有 我就直接问你 你不做别的 博瑞的话你做过没有 博瑞 之前做过那是收费的 那转播 那收费的 你说实话 十万收费 那收费的 是怎么做的 转播啊 他找我们转播给我们钱 他谁给你钱 我不知道 是有一个人联系的 谁联系的 那是谁联系的 也是一个同行 现场的嫌疑男子交代 他们并没有跟 境外的诈骗集团 直接联系 而是通过中介接下的 为涉案理财软件 进行推广的业务 诈骗分子的话 知道你做这块 有很大的微信群 有很大的客户资源 他通过网上 也同样可以找到你 然后的话 主动的话 让你来进行帮助推广 所以说他就 掌握了这种主动 他可以从网上来 联系到这个客户 此外警方还查明 境外诈骗集团 还雇佣了国内相关技术人员 为涉案的理财软件 提供网络安全防护服务 之前其他的案件 发现过这样的 就是他可能也有泄露出去 就是他们中间 有类鬼泄露出去 我这个确实是用来搞诈骗的 然后对他进行攻击 攻击之后 然后就是有时候是 同行业之间的竞争 有时候是可能 对他进行敲打勒索 而为涉案理财软件 提供网络安防服务的 犯罪嫌疑人 竟然是深圳两家 知名网络公司的工作人员 他们正式利用工作质变 为境外诈骗集团服务 对嫌疑人所在公司 相关管理人员 宜昌警方也进行了正式通报 承诈是全社会的责任 应该让每一个人知道 什么事该做 什么事不该做 我们去找公司的法人 主管以及涉案人员 进行谈话做笔录 是在给他们敲警钟 告诉他们 你们应该怎么做 我想的话 任何一个公民 都不想触犯国家的法律法规 经过两周时间集中抓捕 这场特大理财骗局 在境内的九个作案环节 十三个犯罪团伙 被全部摧毁 宜昌警方先后供抓获 犯罪嫌疑人47名 冻结400多个涉案账户 冻结涉案资金 525万元 查获大量涉案银行卡 电话卡 手机 电脑等物品 至此 这场特大金融理财骗局 在境内涉案环节上的 嫌疑人员被全部抓获 那么这些嫌疑人 是怎么沦为 境外诈骗团伙的帮凶呢 经审讯 嫌疑人袁某交代 他原本有正经工作 但也经常做兼职 在做兼职的时候 通过中介接下了 为涉案理财软件 做技术支持的任务 有正常的工作 有正常的收入 也有幸福的家庭 然后他给的工资的话 也是一个正常的 兼职工资的一个水平 按照袁某的说法 他为涉案理财软件 提供技术支持 收取的费用不算高 一次能赚几千块钱 活也不重 在空闲时间就能完成 恰好又有业余时间 如果没有业余时间 那可能就接不了 恰好又有业余时间的时候 就可以出成这个事 袁某交代 从一开始他就很清楚 为涉案的所谓理财软件 提供技术支持 存在违法风险 投资理财的东西 以我的个人经验 做了技术这么多年的一个经验 就是投资理财的东西 他需要有一定的资质才能做 一般的公司可能是做不了的 我肯定是对他有一定的怀疑 那怀疑你怎么还给他做呢 那可能是有些侥幸心理吧 警方查明境外诈骗集团 为境内涉案各犯罪团伙 支付报酬 都是通过福建龙岩的 犯罪嫌疑人陈某完成 到案后陈某交代 他每天所要做的 就是通过手机不停转账 很繁琐的 比数很多嘛 有的是小金额 几块钱几块钱 都要是要复合的 这个一些要算到分毫不差 才办法结算 陈某说 为境外诈骗团伙 提供财务支持 也是为了多赚钱 据警方查证 陈某最多一天 就能挣到八千块钱 后期随着工作量增大 陈某首先发展了 妻子当帮手 当初也没有认识到 这方面的错误嘛 然后我老婆说 也是因为我自己忙不过来 我说帮忙给我帮忙 对 叫我老婆给我帮忙 见来钱快 陈某的妻子 还把自己的亲姐姐和亲妹妹 全部拉下水 陈某的老婆说嘛 我知道我在干什么 发展姐姐和妹妹 安全一些 我们这亲姐妹啊 安全一些 她是站在安全的角度 发展的最亲近的人 那其实是把他们害了 确实 尽管盗案的境内犯罪嫌疑人 没有直接参与诈骗活动 但正是在他们的协助配合下 境外诈骗集团操纵的 这场特大理财骗局 才能得逞 把整个境内我能做的 我把所有的涉及到的这些 黑黑产业里给他斩断了 把他的前路 这个资金流向给他斩断了 让他这个电炸 他尽量地让他搞不下去 尽量地挽回 和挽回咱们老百姓的损失 尽量地防止我们老百姓 去这个被骗 眼下境内涉案各环节上的 犯罪嫌疑人全部盗案了 但这起特大金融理财骗局的 侦办工作并没有终结 对境外诈骗集团的主要成员 宜昌警方正时刻密切关注 他们的动向 现在因为疫情的原因 我去不了 我抓不了你可以 但是你别回来 或者说你这辈子也别想回来 你回来我肯定会抓你 因为我境内的这个 汇汇产业链 整个全年条 我其他的部分 我全部都已经斩断了 我有足够的证据 对吧 你如果哪天回来了 那么我一样可以处理 一样可以打击你 在案件侦办过程中 警方注意到 尽管当前的反诈宣传提示中 已经反复提醒 要防范类似投资理财骗局 但依然还有很多群众 倾心受骗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 请到的嘉宾是 北京联合大学的 邵衍明老师 您好 邵老师 在这个案件当中 我们看到在国内 配合境外诈骗集团 作案的这些犯罪嫌疑人 其实他并没有直接地 来参与这样的一个诈骗活动 那类似于这样的一种行为 应该怎么去认定 这类投资理财力诈骗 是说以能够得逞 除了他本身的一个操作模式 以及我们讲的犯罪分子 所讲到的这种话术 骗术之外 那么可能更多地需要一些 辅助的犯罪才可以完成 比如说 邵老师提到的 负责软件的技术的 开发和维护的人员 以及下游的这种 负责资金切算的 这种财务人员 那么他们也在 这个犯罪中 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对于这类犯罪 我们也应该 予以严厉的打击 那么我们国家 最后人民法院 最后人民检察院出台的 电信诈骗的司法解释里面 明确规定 明知电信诈骗 而提供网络存储 服务器托管 以及信息传输的 这种技术人员 以及这种财务切算人员 明知道是诈骗犯罪 而实施的这种帮助行为 那么都应该以 诈骗罪的共犯 来进行处罚 现在互联网上 其实有各种各样的 金融理财的广告 有的广告甚至宣称 你只要投入 绝对会回报 甚至是高投入 高回报 但往往这就是 一个圈套 一个陷阱 所以怎样打击 这种金融理财的骗局 还有我们应该 每一个用户 有怎样的一种 自己的一种提醒 我们应该怎么做 除了刑法的 严刑训罚的 惩罪之外 那么更多的需要 我们讲的 权链条的 这种加以防范 比如说你刚刚讲到的 那么在 违法在这个广告 投放的市场 市场监管部门 应该加强 对于广告的 这种治理 那比如在微信群 社交软件群 来传递这种 非法信息的 那么这个网站 和网络监管部门 也加以监管 同样对于我们 这个犯罪里面 至关重要的 网络灰黑产 所持生的 比如这种 非法的手机号 非法这种银行卡 以及微信号 监管部门应该 群防群治 那么最后也要 奉劝各位 投资有风险 理财需谨慎 不要落入这种 零风险 高收益的 投资的陷阱 在当前的 各类电信网络 诈骗案件中 金融理财 类骗局 依然呈 多发高发态势 由于此类骗局 牵涉被害人多 涉案资金大 波及面光 公安机关 始终保持 高压严打态势 不可否认 不少群众 对投资理财 有着迫切的需求 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当面对所谓 低风险 高收益 甚至是 无风险 高收益的 各类理财项目时 一定要留个心 这里我们要 再次提醒大家 对于网络上 来路不明的 各类所谓 理财软件 更要提高警惕 切莫贪图 高收益 到最后 毁之晚 好 感谢收看 今天的进入说法 也感谢 邵老师 来做客 杨博士 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央视综合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